孔子说,对于已经学到的东西,能够经常复杂,就不会忘记,又可以体会出新的意思,这样不是令人非常开心吗? 同道的朋友,由远处到来,跟我一起学习,这样是令人非常高兴的,即使其他人不知道我的学问,我都不会感到生气,因为求学问原本为了自己,这样不是正正是有得的君子吗? 有此话,一个人能孝顺父母,敬重并有爱卿掌,又会触犯掌上,这种情况是很少的。 一个人不喜欢触犯掌上,而又喜欢胡作妄为,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 有才德的君子会专心致力在为人处世的根本,从根本建立稳固的基础,人道就会自生。 而孝帝就是行人的根本基础,孔子说,孔子说,说话措辞巧妙,内容狂妄失实,并且假装到辨识和悦,态度谦恭人,是很少真心或有爱心的。 孔子说,孔子说,孔子说,我每天都必定会自我检查,反省三件事。 为其他人做事 是否做到忠实狠切 是否已经尽全力 和朋友交往 是否有不成信的地方 对于师长所传授给我的学业 是否有用心去转言 只若道千诚之国 敬视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已是 孔子说 统治一个可以出动千诚冰车的大国 处理政事要谨慎专注 并要取信于民 对于财物出入极有节制 并且体恤爱护人民 征调人民服公役的时候 一定要假选在龙侠的时候 更新的从业 大家看一看 我们会热心跟谐 我们会认为 假讨论